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架声音大到吵醒附近居民 22号凌晨3点 一群人来到松江路上一家新开不久的酒店 三十几岁的陈姓男子刚要下楼 遇到喝完酒要上楼的图姓男子 当时两派人马都有罪意 还不小心触碰到对方 竟然演变成18个人打群架 其中五人被一聚众斗殴 韩颂真伴 至于有民众听到枪响 警方澄清在现场并没有找到任何枪支和子弹 但夸张的是双方只因为黄汤下渡后 在楼梯间擦肩走火 18个人火气大 料人助阵 演变成大乱斗 罪客的脱续行为可不是酒醒后 一句不记得就能草草了事 三十五官一尾箱 台北报道